太阳来探店重吃驻京办 今天是龙中宾馆襄阳驻京办 在朝阳门这边 然后之前没来过 所以不知道什么好吃 然后就点排行榜上排名前面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三个火锅 这是什么莲藕排骨汤 对吧 湖北美食里头 湖北美食扛霸 私房牛三鲜 哇塞 这个可够辣的 湘阳鱼打宝 对吧 就是他们家的特别厉害的 粥培牛肉面 对吧 武汉热干面跟三鲜豆皮 这两个就是湖北的 比较有名的吃的了 就先吃热干面吧 要不然一会就脱了 主要 我现在已经有点脱了 它这个碱水面 你知道吧 就所以一条一条的 看着还不错 这碱子 这碱子必须得先吃 不然一会就拌不开了 哎呀 香油味很重 然后麻酱味更重 吃起来有点忽嘴 我觉得没有武汉的那个热干面 吃起来那么清爽 来点排骨 来点莲藕 排骨汤 各种拉丝 藕断丝连嘛 尝尝排骨怎么样 虽然没怎么喝过这个啊 但是喝起来就是藕的香味 加上肉的香味都有 而且微微的有点甜味 叫什么私房牛杂 私房牛三亚 对吧 牛肉 牛肚 还有什么呀 牛肠嘛 牛肠 这也是豆瓣 就上面一层底下都是豆瓣 不过它也是一种特殊的香味 我觉得这个香味特别好 闻起来有点板面的一层 吃起来也有点板面的一层 辣辣的 辣辣的 然后有点胡椒味 哦 知道了 还有板筋 牛筋 牛筋 牛肚 牛肉 估计是这三样 就它这个牛杂里头的牛肉炖的都非常烂 基本上就是属于入口七花一米 就已经化开的那种 然后牛肠跟牛筋相对来说就有嚼劲一些 配成这个吸了满满的汤汁的豆皮 吃起来真的不错 香羊鱼大宝 鱼籽炖豆腐 别看都是红汤 这两个味道差距好 好大 这个基本上就是鱼汤的鲜味 然后加上这种姜丝的味 清香味 三鲜豆皮 武汉那种豆皮我感觉都很薄 而且煎的焦焦的 这个不焦啊 这个就是他们这招牌啊 香羊牛杂面 就是你别看两个汤都是红汤 但是这个跟刚才 跟牛三宝那个闻起来不太一样 牛三宝那个牛油味很重 这个没有 尝一尝 面条不是很筋的 就是已经泡的时间有点长了 吃起来虽然能嚼短 但是感觉还是面面的 但是牛肉很香 汤也很好 我们已经吃完出来了啊 然后两个人花了499 就整体这顿断吃完了 就很别扭 你说它不好吃吧 其实味道都还行 但是真的没有哪道菜 让你记忆深刻 就感觉每个菜吧 多多少少 它都得给你有点问题 就除了莲藕排骨汤 我觉得是真的好喝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在北京也不少 其他的吧 都不太行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汤店 我吃了 你馋了 这期视频不完了 今天这个啊 襄阳祝京吧 拜拜 拜拜